最近我迷上了冰淇淋奶盖珍珠奶茶 浓浓的冰淇淋甜香加上奶茶的奶香和珍珠的抠痰 简直完美 今天锦鱼就来给大家分享冰淇淋奶盖珍珠奶茶的做法 首先准备做珍珠奶茶的材料 黑糖30克 清水60毫升 木薯粉75克 锅里放黑糖和水 开小火先将黑糖煮化 然后倒一半木薯粉 在黑糖水中不停的搅拌 搅拌至粘稠状态然后关火 倒入剩下的木薯粉继续迅速搅拌 然后倒在案板上揉搓 注意会有一点烫 如果感觉粘手或者太软 就再撒点木薯粉 感觉太硬可以再撒点水 就这样反复的揉搓 揉搓到木薯粉不粘手又柔软 并且成团后把它搓成长条 然后切成这样的小剂子 再把它们一个一个搓圆 这个过程非常考验耐心 你可以像我这样同时搓两个 把两个小剂子放在手掌上 不要放得太近 要有一点点距离 就这样搓 把搓好的珍珠放在碗里 撒一点木薯粉 防止它们又粘连在一起 当所有的珍珠都搓好后 用筛网筛掉多余的木薯粉 烧一锅水把珍珠放进去 用勺子搅拌一下 以防它们粘连在一起 如果珍珠做得多 可以放一部分在冰箱里冷冻 随吃随取 珍珠煮开之后 转小火煮10分钟 10分钟后关火 再盖上盖 焖5分钟就行了 把珍珠捞起来放进凉水中降温 有冰块的话也可以放冰块 降温后再把它们捞出来放到碗中 再放一点红糖搅拌 红糖可以起到润滑的作用 防止珍珠粘连在一起 这是我用黑糖做的珍珠 如果用红糖做 就是这个颜色 但不影响口感 现在我们来做冰淇淋 准备四个蛋黄 白糖500毫升牛奶100克白糖 把白糖和蛋黄放在一起 用打蛋器打发 打成乳白色就可以了 就是这样子 当然没有打蛋器也可以用筷子 不过会很累 把牛奶煮至微开 将煮好的牛奶用勺子 慢慢舀入打好的蛋液中 边倒边搅拌 注意千万不能把牛奶一下子都倒入蛋液中 那样蛋液就会被牛奶烫熟 将搅拌好的蛋液再倒回锅中煮开 倒入容器中晾凉后再放入冰箱冷冻 最好隔两个小时就搅拌一下 这样冰淇淋就不会有冰茬了 大约搅拌三次冰淇淋就做好了 这样的冰淇淋用料简单 口感纯正 健康低热 关键是价格还便宜 现在来煮奶茶 红茶10克放入泡茶袋中 加100毫升清水煮开 让茶叶释放出香味 再倒入500毫升牛奶煮开 茶叶煮好后将泡茶袋取出 如果没有泡茶袋 可以直接将红茶放入锅中煮 再过筛 将奶茶倒入茶壶中放凉 如果喜欢喝热饮 这个时候就可以喝了 杯中放热水30毫升 白糖10克 融化后倒入奶茶 喜欢吃甜的朋友可以多放点糖 不喜欢吃甜的也可以不放糖 一切准备就绪 可以做奶茶了 杯中放入珍珠 放入冰块 再倒入放凉的奶茶 放入一个自制的冰淇淋球 放上一片榴兰香 冰淇淋奶盖珍珠奶茶就做好了 冰淇淋奶盖珍珠奶茶 如果你也喜欢可以收藏起来试一下哦 感谢大家的观看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锦鱼 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